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成鲁唐鸡了 赶紧吃饭去 我跟你们说 星期天全暮泥黑的人感觉都在这待着呢 这个饭馆是HB宫廷的啤酒屋 可以容纳大概4000人在这吃饭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来这喝啤酒吃大肉 因为以前都是跟一些企业 然后一块来都给你留好了桌子等等 安排的事无巨细 但是这一次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然后几点能吃上看 我们要了三个酒 一个是黑皮 还有一个是Original的 就是普通一点的 传统的 还有一个是无酒精的 因为伊老师不太能喝酒 但是我们要的都是最大尺寸的 当地的这些女的这些服务员 都是身着传统的服饰 然后他们每个人大概一只手 至少能拿5到6杯啤酒 都是这种大尺寸的 但是我现在这一只手拿了两个 我觉得已经是够极限了 如果再拿一个的话 我觉得可能手都拿不住 因为他们真是真功夫啊 我先替大家尝一尝这个普通的 因为那个黑皮肯定味道更重 所以我从浅的开始喝 孙老师那个无酒精还没上 一般我们讲的可能叫女士啤酒 娘泡啤酒 太沉了没拿本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苦不苦 说实话这个黑皮的苦度一点都不高 一点都不高 但是麦芽香味会很不错 这个传统的话就更更接近于那种 不是精炸了 然后还是这种灌装的 所以我觉得HB这个黄加啤酒屋 它这啤酒的质量不错 但是还不到说那种精量的那种程度啊 可以说就是很普遍的很普及的 然后味道非常好的啤酒 还是直到一来 那个黄啤应该就是他点的 我觉得那个黄啤以前我喝过 那个是非常好喝的 而且非常清爽 适合于这种夏天喝 那今天这种我觉得天气还是比较硬的 我们喝点黑皮也是不错的 一会我们就等着打肉上 来干杯 菜已经上齐了 我们酒已经喝了一半了 饭量菜量还是比较大 所以的话我们点了两盘 一个是Orientino的蒸盘 还有一个就是所有人来到这必点的猪肘 当地人的饭量还是不小 他们一个人就能吃这样一味肘子 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组成的就是一个猪肘 加上一个土豆的球 但我这个上写的为什么叫当链 我不太清楚 现在我们先去尝试一下 烤猪肘是这样 它是有软嫩的部分 就是比较多汁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比较多汁的 然后可以蘸点汤 说实话 有一点柴 没有说我们想象当中的 就是那么多汁水思溢的感觉 如果加一些肥肉 可能会好一些 毕竟这个地儿更多的 我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网红的地儿 所以对于它的烹饪 在这个水平到底有多少 我们不能强求 毕竟它的啤酒也非常好喝了 那么这个猪肘我觉得最好吃的 还不是说它的肉的部分 可是它这个皮就不可能 这个皮已经没法用刀叉了 所以我真想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皮吗 这个皮是非常油的 而且里面富含了很多这种 胶原蛋白的感觉 这样遮之后 好啊 我给大家尝一尝 非常的酥脆 我感觉就是 这个一软一碎 胶织起来 才是这个肘子的生地 这样吃起来就会非常棒 这个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土豆泥 有点弹性你知道吗 感觉里面有些什么淀粉之类的 是给它很有弹性很Q弹的那种 土豆的球 所以他们可能叫这个是当初面 这不是我们传统意义的土豆泥啊 接下来我来尝尝香糖 这现场还有乐队 大概每五分钟就会有一支曲子 一边听听乐 传统的 然后一边喝啤酒 一边吃香甜 一边粉大肘子 这是德国 来慕尼黑必须要打卡这个项目 酒足饭饱 我们已经吃好了 说真的 这顿饭吃的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 我相信很多人来了慕尼黑之后 都会来这家馆来吃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它作为一个打卡的地儿 可以来尝试 但是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因为你可以发现就是整个欧洲啊 他们对于餐饮来讲 还是比较的这种纯粹啊 单纯单一 就他们吃那肘子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肘子就是一个肘子 是吧 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就是特别像样的 然后非常可口的这样的一个配菜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也做单一的肘子 我可能会做成什么肘花啊之类的 然后再配上一张什么烙饼啊 卷肘子 加点什么葱头往里加一卷 肯定巨好吃无比 如果有机会 那这儿的华人如果要开餐厅的话 能开这样一家餐厅 我觉得啊 没准能把这家给PK掉 大概就这样了 今天的午餐 基本上就是这个HB的啤酒屋啊 我觉得在这啤酒是更重要的 啤酒的体验确实是非常好 而且你可以跟自己的这些朋友啊 或者说新结识的一些伙伴啊 一起到这来喝上这么一杯 是很不错的体验 至于吃肉什么 我觉得无所谓 那就这样了 今天是非常悲催的一天 外面下着大雨 然后周末哪里不开 我们再计划这一会儿还能去哪儿 再转一转 这是我第一件硬食的衣服 logo比一般的T恤都大 你得说说你为什么不买硬食 因为我有收集P 买莫莱 买一个哈雷德了 今天我们的行程是要去法文克福 大概要开四个小时的车